大年初四凌晨 一封罷工号召简讯 引爆台湾史上第一次的 大规模华航基石罷工 何暖轩下台 何暖轩下台 随着协商谈判破局 参与罷工的基石 由150人攀升到500人 面对劳动意识觉醒 华航却没有在第一时间 认真看待 2月1号决议重启罷工当天 总作何暖轩照样出国 2月4号校年夜紧急返台后 大碗两面手法 叫我们公司他们去联系好不好 因为我到现在见不到他们 老神在在态度从容 何暖轩不是没作为 而是早在暗地里出招 预先递送劳资争议调解书 给桃园市政府 想用调解期间 不得进行罷工的方式 强制干预 一再激怒工会 镜头前何暖慰问地勤 去向工会别把罷工当提款机 对内用简讯恐吓镇压 一旦加入罷工行列 暂停雇用 终止福利 用文字游戏避开楼子漏洞 不过这些都还不是 最让工会反感的奥宝 说自己成了第一线的炮灰 道警委区统批罢工行为 自私自利 哀兵之际确实动听 但他根本不是基层地勤 而是行政经理李京廷 跟着举牌抗议的是 空服处空服管理部经理 还有空服部组长 就连商用品规划 营销部经理也来参与走 这些号舟前来发生的 两百名地勤 有数名华航内部的干部们 大阵仗里头暗藏资方人马 面对维持非安最主力的机师 何暖轩却是勾自派好拳以撒 看着罢工越演越烈 绑架的究竟是机师还是无辜 所以这是何暖轩 自己要承担的责任 何暖轩从刚开始到现在 不管我从华航里面有些朋友 也有一些讯息出来 就基本上他在内部 就是比较强悍的 基本上就是用比较强悍的态度 去面对想要罢工的团体或个人 所以在我刚才有讲 如果在事情发生之前 他不是跟一般经营者一样 继续找所谓的小罢工团体 工会成员来做一些沟通 看在条件上 有没有做一个折衷的可能性 而是说把旅客 想办法转到其他航空公司 这根本是要打 不是要谈 对 准备要打了 准备要打了 他不是要谈 谈的话你意思说 你8小时我们可以折衷 我们可以仿照其他的方式 其实很多都国际的航空先例 都可以遵循的 他提出的也不是说是一个 很刁砖 很难的一个需求 何暖轩说公司派 我们讲不一定是何暖轩 我们讲公司派好了 就是公司派说 亚洲大概在8小时以内 我多派一个人员 可能就是一个浪费 或是只是在机场里面 去做一些等待 但是anyway 这个为了安全着想 更何况华航过去 在一段时间里面 飞安季度并不是很好 你再多一分飞安的保障 对你的乘客来说 对你公司的幸运来说 不是多一个加分吗 何暖轩可能都没有 又朝这个方向去走 所以你才看到这两天也好 今天晚上也有 今天这些所谓的地勤人员 还有在里面公司的行政 我们不要去分 一个公司里面 我自己搭过企业 这个企业里面最怕分裂 最怕被分说 你是董事长办 你是总经理办 我是各种派系 如果公司里面去分各种派系的话 保证那家公司进行不下去 还有华航是一家国营公司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 破产的问题 如果是换个民间公司的话 已经破产 已经完整个商与就完蛋 今天下午下班之后 还有一批人员 还会去交通部 甚至去松津里面去做抗议 所以整个华航里面 基本上你就是已经上下交征战 你一派去罢工 我一派就来抗议 请问这个像话吗 这个像话吗 他们去交通部抗议的诉求是什么 去交通部抗议叫机师不要罢工 对 就是说罢工派跟反罢工派 现在已经从公司内部找到街头了 基本上公司内部就变分两派红卫兵了 到街头里面去互相的抗议 这是大家去给予这么多支持的 华航所应该表现出的企业形象吗 我觉得光凭这一点 何暖轩不要说什么 你是什么A派系 B派系 这干一般人的屁事 我去抓飞机 我还管这个公司是新潮流 还是盛国会 哪那么复杂 这董事长做不好就下台 你没有把罢工可能的 这公司现在是新潮流 对 都坐下来 就下来 我管你公司 我去买机票 我还看是新潮流还是盛国会 我们长期都在搭华航 但你华航表现就是这样的一个 暖瘫的样子 像话吗 一个机场也好 一个航空公司代表国家航空公司 都搞得如此荒唐的时候 我觉得何暖去下台 基本上只是稍稍战行民怨 那华航公司整个的 性欲的劣解 商欲的破坏 内部的纷争 变成两派的斗争 我觉得是华航下一个纪念者 最倡导金的是 我建议郑文蔡 自监华航董事长 自监华航董事长 违反法令 不过很短信这些做法 的确是让这个罢工 想要平息下来都很困难 你用这么强硬的态度 要跟这个罢工的机师沟通 让人家觉得 你根本不是想沟通 你只是想要利用舆论的力量 打压这些罢工的机师 其实这手段让人家看来 有点好像用政治的方式 在解决这次的罢工事件 我觉得这有点不妥 你看甚至有一些部分 大家觉得说 看得到还有网军出动 而且在攻击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机师回去 他们已经高兴了 为什么还有这些权力 我觉得任何人 对于他现在的 劳动环境他绝不满意 当然又有工会 绝对不是随随便便说 我们几个串联 然后来闹事就行了 刚刚老师有讲说 其实机师本身就是一个 航空公司一个灵魂人物 你看他的人事成本虽然相当高 但是他们也是负责非安的一群人 今天如果一个航空公司 他的机师的心都没有办法 大家纠在一起的话 未来这个航空公司 应该怎么经营 可以看到没有错 皇上过去 可能后南轩觉得 他经营的成果不错 因为有赚钱 但是今天看到这样的样子 实在让人家觉得很难过 你看还要有自己的员工去抗议我 另外一派的机师 然后我的工会其实也没有办法 跟公司有好的沟通 其实这都是一个很不好的示范 我刚才是回到 郑文燦这边的问题 我为什么点名他 不是说要他当战犯 绝对没有这回事 我是觉得他有这个能力解决 他是解决问题的人 毕竟何暖轩是他推荐的 我相信他们一定有 一定的相知的一个程度 才知道说你可以担任这个位置 是不是适合 既然前一阵子的 一开始华航 虽然会论哥说他是投降的 投降好像也满有效的 赶快把这个问题来解决 再投降一次 当时好像也是假投降 答应了7项 后面很多项都没做 怎么一个方式 赶快让这事情落幕 最重要是不要让消费者的 权益来损失 这么突然的一个罢工 我想我很多员工到现在 可能还在国外都还没有回来 今天开工了还是没有办法 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政府就是要 展现担当的能力 我想我再次要跟 刚刚那个秀允有提到说 为什么这个航航员工递停 跑去交通部抗议 我想可能就是交通部有泄漏说 谁不听话 现在就去抗议他 我觉得这实在是有点夸张 遇到这样的事情 这可能是公司派策动的 对 这让人家觉得很莫名其妙 你为什么会去一群自己公司的员工 我自己的同事要去罢工 然后我还去抗议他 我想了解说 这些主管的心态到底是如何 你来抗议自己的同事 他也是在维护你的权益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的来分开 分崩离析大家的同事的心 就是一个董事长经营 这样的一个公司 这样的一个处理罢工事件的 这样的一个手法 我觉得已经是不合格了 用权力斗争 挑拨对立的方式 我觉得是不合格了 首先我们强调 刚刚伟害已经跟我们描述了 就是机师他的工作环境 并不是非常舒服的工作环境 更严格的来说 是不是舒服的工作环境 因为不管是他的 飞行舱的空间是小的 他的座椅是硬的 然后他本身的活动 是被限制住的 他只能够因为生理的需要 那么去如厕 马上要回来 甚至包括他在用餐的时候 都要坐在他的机制上 来用餐这样 然后他必须要全程贯注的 去盯的仪表 而这样要长达好几个小时 有的时候要长达8到10个小时 这样的一个专注的 而且被控制在一个圈 一个飞行舱里面 然后要专注做这样一件事 的一个飞行员 他的工作环境不是舒适的 而他需要的知识 技能的要求 又是这么的高 对身体的质量的要求 也是这么的高 他们并没有要求加薪 我们再强调 台湾现在虽然陷入 非常严重的低薪 可是这群机师 他不是要求加薪 他是认为这样的一个过劳的 飞行是不好的 而且用国际的标准 也就是8小时以上加一个人 12小时以上加两个人 这样的一个要求 而这个要求在很多的 国家的航空公司 为了他的飞行安全 都是用这样一个标准的时候 你要凸显他的飞行员的 这些机师的待遇 来挑起社会的低薪的人 跟这些机师之间的矛盾对立 我觉得这个心态太可疑了 这个是很不应该的行为 民进党如果真的对于 执政那么的厌恶的话 可以早点总辞 提早下台 提早下台 因为他如果对执政 那么的厌恶的话 他都不要干了 可是他如果还想继续执政的话 你就应该让人民不要讨厌你 应该让人民不要讨厌你 你就不要成为 全民最讨厌的最大党 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态度 可是你如果一直用的人 都是让人民讨厌厌恶的话 那你就早点下台 因为你既然那么不想执政 你就早点下来 大家也开心